原本原告公司只是認為有著作權法跟訪案營業秘密的問題 但是在曾九大街第二對我們的調查這項才發現說 它甚至是有防愛電腦使用的這個狀況 市場出現噪音的時候是會影響投資者方感的 那所以在投資損失上面延遲被囤值 我想是滿大的損失所以在業務上面和整個方面大概有4億多的損失 就我們這樣的公司主要的成員都是技術的人很多 那但是任何的工作都不是單一人可以造成的 所以從研發然後到技術化 那一定是在很多的環節它是有共同參與的 那包括在和實驗室的對公就是溝通 然後跟內部產品化的這些討論 那但是很明確的就是這不是任何單一人的 本案經專案小組收證完備 於盡期前往非告公司執行搜索查詢行動 現場查扣電池記錄電腦設備等證物 全案經詢問後依違反刑法妨礙電腦使用 著作拳法營業秘密法等稅嫌 已請台灣台北地方檢查所總辦 饶不公明 nosso親自轉會 萬一再不公集 旗 ay 瞬我 仍然沒有 摁 投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